多米尼加共和国参议员伊万·喜尔瓦博士 在贺信中向神愿艺术团表达亲切和深情的问候 并且正式欢迎神愿来到多米尼加 贺信写道 作为共和国参议员和共和国参议院青年常设委员会主席 我祝愿演出取得成功 也借此机会向多米尼加共和国法轮大法学会表达我们的敬意和感谢 你们作为文化活动的推广者 让我们能够享受到神愿所带来的顶级艺术 多米尼加有32名国会参议员 其中至少两人向神愿发出了贺信 参议员安东尼·马尔斯在贺信中 向神愿表达欢迎和祝贺的同时 特别强调 作为多米尼加共和国的立法者 我非常感谢在我们国家能够举办这样的演出 作为最大程度的艺术自由的展现 不受限制和审查 让所有多米尼加人有机会欣赏 去年11月神愿主办方 在多米尼加共和国全面展开了演出的宣传推广活动 与此同时 中共也开始了大规模的干扰破坏 利用其影响力 向多米尼加各级政府部门和不同的媒体发信息 试图取消演出 但是都失败了 当地政要顶着中共的压力向神愿表达欢迎和感谢 众议员埃利亚斯·威辛·查韦斯在贺信中写道 我在国会办公室祝愿你们在2月2日至7日期间 在圣多明哥的国家剧院和圣地亚哥大剧院进行的演出取得成功 借此机会 我还要特别感谢神愿的主办方法轮大法协会 感谢他们为多米尼加人享受到这场杰出的文化饗宴所做出的贡献 众议员路易斯·贝兹在贺信中写道 我非常高兴能在我国上演神愿这样水准高超规模宏大的演出 神愿为在世界范围内恢复日渐衰败的 但又急需的道德价值观做出了巨大贡献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李新 多米尼加首都圣多明哥报道